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大家好 今天是11月25日 距离期指的是11月的结算又近多一天了 今天会跟大家讲讲 为什么这几天美股和港股都会上升呢 美股的升势可以持续多少 而港股的升势又会持续多少 美股和港股的近日的升势 有几个原因解释 一个是说我们有疫苗 所以在憧憬将来的经济是好 第二就是说耶伦方面 可以出任财商 而这个前提就是说特朗普肯认输 因此在这方面来说 第一在美国的政局开始明朗了 政权可以正式移交 而由于拜登是一个老政客 他之前做过副总理 也做了三十多年的参议员 因此他一定是班底 是很容易很快的 已经可以提出了一个人选 来真正开展工作 问题就是哪些人去做的时候 裁长职位很重要 他说今次找这个耶伦来做呢 那我们将他提到的一件事就是说 会不会是有一个情况之中 耶伦是会继续可以 以这个宽鬆的货币政策 很多人是有这样的想法 但是我觉得需要留一手 由柏林克放松这个QE以来 到耶伦是连续加息的 所以他对QE是有个戒心 他需要觉得钱不可以人太多 而巴威尔又怎样看呢 巴威尔他在最近那两次的 联邦赤薇局的议释会议里面 会后声明都说出了 这个美储局不会再大放水 是需要由政府方面放水 那我们又看到有一件事 听到最近说 美储局说 最近的四年都不会加息 不要这么以为这一件事 当佛义克Paul Walker 给这个是Jimmy Carter 卡特总统委任做这个 美储局局长时之中 卡特都是要求 这个是Paul Walker 你不要加息 那Paul Walker就告诉他 可以 我不加息 不讲息这个问题 不过做了一件事 收紧货币政策 因此美元供应少了 资金自然就会上升 资金上升 资金需求就会上升 自然就会起到 就是息口上升 这一点呢 是需要 要看到一件事 息升可以由直接加 或者由收缩货币供应开始 我们怎么看这个问题 收缩货币供应呢 第一 在美国方面已经放了很多水 而周围世界也出了很多水 出去炒其他东西 在最近这两天 美国方面升市 是说有1.4 trillion的海外资金移进去 即是说美元的供应 除了由美国联邦储备局 和美国财政局 之外 我说的是金融市场 不是说社会福利 是由外面的水收回出来的 外面的水收回出来 就将出现了什么呢 就是外面的市场 迟早会受到压力的 一路的通息都是 认识都是 当美元是上升的话 外面所有的新英国家货币 的汇率是下跌 那新英货币的市场 是受到影响的 因此 我们可能会看到一件事 当耶伦真正上任的时候 和鲍威尔和鲍威尔 是两个都可以说一件事 就是说QE不要再做得这么多了 水不再放 那只要怎么做呢 就运用现有的水 来兜兜转转 就是说整体的资金 不供应多了的话 这些钱只能由A这个资产 而去B这个资产 那好像最近的 就会由黄金流进去 这个是比特币 亦都要由海外市场 流进去美国的市场 这点大家需要留意 怎样可以证明的一件事呢 留意一下 十年期美国国债 已经由之前的0.5、0.6来 升到最近的是0.8、0.89 我估计 在明年初之中 十年期国债是可以升上去一厘以上的 那这个是适升 是市场适升 而联邦储备局 是不需要对息口做任何样东西 它只需要做一点 就是说不放那么多水 只是让目前已有的水 在这儿兜兜转转就是了 所以这点大家需要留意 亦都因此 我们今天港股的上升 是由少少的保留 大家要多看一两天 好了 我们来讲讲 这个是恒生指数奇波 其次呢 今天 或者这一周 已经出现了一个好一点的 就不再是这个 没有身体的阳烛 而是开始有身体的阳烛 那今天就很明显 升了上去 但是有件事要留意的 留意一下 今天 那个东西可以收多少 我自己觉得 如果它收回到265之下 对整体的期指或者恒指走势 是不好看的 265 上面可以看多少 可以去到275 下面也看265 现在268 那变成了大家需要跟一跟 现在 汇丰 表现是真正比较好 那汇丰呢 我在这个是10月6日的时间 当它还有31元的话 就觉得可以吸纳 到11月16日的时候 我给了一个上升的目标 是46元 第一个站是应该35 再上破得到就是46元 那今天呢 就很过瘾了 跌升到42.45元 那没有货的朋友怎么做呢 没有货的朋友 我觉得 不要想了 你可以买其他东西的 如果真的好想买 保守一点 在41元左右买 有货又怎样呢 我觉得 如果去到46元的话 或者45多 就应该考虑 是在退货的 日仙图上面很漂亮 所以 很多人就觉得很深红 记住我自己觉得 有样东西看的 王者 有时候是不在的 狮子群里面 就是以前很英猛的熊狮 当年老衰弱之后 他需要远走他方 是被群体离弃的 我们今时今日 我们群体主要是什么 不是传统的经济等等 而是新经济股 或者是制造业股 纯金融的股票 是在现场来说 竞争力很大 不是真的那么容易找到吃的 因为 一个是爆炸式的 是炒卖的时代 未必是再可以起到 有朋友问 安徽海拿水泥怎么办 那没什么怎么办 到这里 大家一定要看着图 凡是跌穿了保利家通道的中族 特别在周线图上面 就真的要考虑出货 那现在这里见底了 弹回上来 它会再跟着下跌 希望跟着之后 就会再弹上去 情形就好像这里 这些这样 跌了下来 弹回上去 就弹回上去 就下来 掉了底 又再弹回上去 在日线图上面 就已经是真正正正 弹穿了中族 上来 现在是再试下来的 希望 希望 这个是安徽海拿水泥 在下个星期 就回升上去 即是说尽量不要碰到底 显示了它有点的力度 中国移动 中国移动 我觉得 在50元之下 中国移动 是有它的吸纳价值 由于大家这个 深深深深深 想去50元左右 这些位 突然间特朗普说要制裁他 所以他跌回来 不过 这个没有太大问题 因为 正在使用中国移动 打電話的是中國人不是美國人 因此你制裁它的話 你就即時跟常俄說 我不供應你水電 讓你廣韓工那裡就不可以亂 繼續凍死你 可以的 因為常俄的廣韓工 都不是由你美國老公電的 是嗎 所以怕什麼呢 常俄就看到你之後 就眨眨眼就完了 在中國移動 在周線圖上 你可以看到 它下來示範保力加通道的下足 然後這裏應該有一點反彈的形勢似乎出現 始終還看回中國移動 可以升上去52、53這些水平 當然 會不會還有人要出貨 使得它走了 所以要等一個短期的止蝕位 在46、66那裏 山東黃金 十分悲慘 悲慘的意思是 我曾經在11月看的時候 講笑過 是可以考慮山東黃金 但是止蝕位要等20元 之前曾經介紹過 亦破了止蝕位 就已經止蝕了它 因為在這裏上面高位 不能套利 回下來就一定要走貨 現在它20元的時期中 沒有走貨 來到這裏就到了17元 下面它可能下到14元 為何會這麼慘呢 因為第一件事 現在年輕人真的不太喜歡黃金 只是我認為這是錯的 他們喜歡比特幣 第二件事 亦都因為耶倫當道的話 如果美式真慶上升 一定是不利金價 還有我們要看回 為什麼耶倫可以夠膽 不放這麼多水呢 因為他覺得如果美國經濟好起來的話 你自己現在的水已經夠好 還要何來多水呢 一再增加水的話 只是給了金融市場的炒作 不是落到真真正正的民間 那裏就夠苦夠難的 起這一點呢 起這件事我會覺得 沒有課的朋友是需要觀望 有課的朋友是真正的考慮 是否需要止蝕這件事 那六個月的和兩個月的 是這樣的 再其次 是一個科技股 瑞星科技 我以前都說過瑞星科技 它真真正正 是沒有好像其他 那些手機股那麼好表現 原來有一件事 瑞星的原先的本行業 是做喇叭 只能是 在手機裏面用的喇叭 只有一個 即是光學鏡頭 是有兩個可以 還有一件事 手機之外的話 光學鏡頭是用更加多的 例如 如果你在電動車 要自動駕駛的話 你是聽聲去變方向 一用鏡頭 掃描你的前方 很明顯是用多了很多鏡頭 而不是用多了很多喇叭 雖然後來瑞星 他說他都想去做鏡頭 不過 在這方面的競爭不小的 因此 因此 瑞星科技 我覺得 他知道此後的發展的話 只是配合一些小家電 和一些 手機本身來說 真是一對一 就不像鏡頭一樣 將來全屋都可以有鏡頭 因為他要監控著很多東西 要自動化 對嗎 譬如 你有一個機械工人的話 那個工機械工人 遞杯茶過來 他都說要有眼睛看著走到你 不會倒在你身上 他只需要一個喇叭 就是他聽你說 你叫我倒杯茶來 就是這麼多 所以他到時需要 前後左右很多鏡頭 去看著他 不要跌倒 不要撞到其他東西 所以 因此 在這方面 升 在今時來說 是不及得光的 那股價 那怎麼看呢 我會覺得 他始終到現在這裏 是有些少少做底的形態 如果你要買他的 在現水平可以吸納 那一定要看著的指示位 41.5而已 我不是給多的 4毫子而已 希望上面看得到45元 45元在哪裏呢 就是這個保利加通道的頂 阿里巴巴 我以前起這些位水平 都曾經說過 是他會跌的 那現在他跌了下來 現在反彈 如果在周線圖上面 它是反彈到保利加通道的中軸 而已 後向發展 都還要看 好像這裏 反彈中軸之後 就下了少少少 然後再跟著 第二次破中軸 才可以有好表現 因此 我會覺得 阿里巴巴來到這裏 知道 如果它不能夠大力突破上來這裏 它只不過屬於 補回這個下跌裂口 補回這個下跌裂口 跌破277元 現在它是269元 支持位就是265元 如果跌破265元的話 就應該要考慮 它應該會再次去沉底 那整體來說 阿里巴巴有朋友說 要問一兩年之後的股價 認真有難度 因為為什麼呢 第一 世界變很多 第二 中國的政策 今時來說 對於所謂的網上金融 這個是阿里巴巴的螞蟻裏面 最重要的組織部分 其實是開始作出很嚴厲的監控 對這樣 是不利於螞蟻金服的 很多人認為 六個月之後 螞蟻金服可以上市 我個人的看法困難 如果就算上市也好 它的總市值 我相信可能要斬半 那對於這一點 對於阿里巴巴的支持 是應該要有一個影響的 要看回一下 如果在周線圖上面 阿里巴巴這個大段升幅 這個大段升幅 都是應該由於螞蟻金服而帶來的 所以它一來到這些位置 就是差不多 再不適合 落低一點點 那就幾好了 即是說 就等於一當螞蟻金服 沒有什麼 因為這裡以前 它已經有螞蟻金服 不過現在這裡 就說你它要上市 帶來了憧憬 那現在沒有了 會不會再回去 就怎樣呢 就是你等回去 收回它入櫃桶了 收回入櫃桶的時候 就是這些水平 據聞 這個是孫正義 即使是軟銀那方面 說會全線沽售阿里巴巴 為什麼會這樣 我不知道 這個消息是不是真的 我又不知道 這只是市場的傳聞 不過大家要看一下 如果這樣的話 阿里巴巴的股價應該是受壓的 有課朋友可以考慮一下這些 很多謝大家 今天